魚是比較多的,有一點新鵝骨 魚是全部都收根 魚是不好的 魚是特別是小朋友 對牠的腦袋是發展的 隔隔是放寬了 舊標準的故事食物就是每公斤 只可以有0.1毫克的隔 但新標準是葉菜、小麥、米 即是糙米或白米 變成了0.2毫克 很多一倍,很多 香港的食物含泉 新標準跟美國、澳洲都差不多 新標準差不多 新標準 即是大隔很鬆 現在收緊了 但隔的上限比澳洲高一點 因為澳洲仍然說要0.1毫克 但歐洲,譬如歐盟 香港、內地、韓國、新加坡 它的標準跟美國一樣 都是0.2毫克 即每公斤的5毫克 可以有0.2毫克的隔 有些業界的人士說 今次這樣收緊標準 即是如果真的行走 即是現在是咨詢期 如果真的行走 就會令食物價格上升 其實我覺得不一定 因為全世界標準都差不多 其實之前是香港落後 即是標準太寬鬆 即是連內地標準都漸過我們 今次訂的標準 其實都是根據 之前檢查食物的重金屬合量 訂出來的 即是我們的標準 即是独身體重 其實根本食物都不會 沒有那麼誇張 其實以前就是那些 有工業污染的農地 那些東西 才可能會挑標 會不會在現實情況上 即是有一個這樣的情況 即是既然現實也沒有辦法 就標準變 會不會有一個這樣 其實是看著來做 即是因為現在做到 不會去到6ppm那麼厲害 即是明知大部分都是過島 都是0.1的 那不如就跟回世界的標準 國家的標準 即是將它不帶回 即是都算在現實的標準 是做到的 那如果做不到 其實那些菜是很毒的 即是如果做不到 已經不只是一樣的復島 但業界就說 你這樣改了標準 會不會貴一點 那這個其實就好 我想這些是考納人物 有時候 其實就加價就加價 人人人子 是成本不得 那就… 即是要加價 其實內地 即是有些農地 就真的都不太好 是啊 都是污染的 我知道有些人 就種了一些菜 拿去買 即是心存腰行 明知都是超標的 但有一照拿去買 因為是抽煙未必抽到 哦 那有時不另外 有一個真實 現實的情況 就是越遷越遠 即是為甚麼 我有時會覺得 無辦法的 真的會有機會 去洗一帶一路 他就在那些地方 才能再種菜 因為如果你想著 香港正在吃的菜心 可以去到 零下的地方 都會有些機會 幫你種 那就是越遷越遠 因為華南地區已經有很多地方 做不到菜 因為之前很多有飄鹽廠 即是有些有電磁廠 都出現了很多這些問題 水紋都影響了 很多生產學家都說 不是用十年八載改到哪裏 不是說十年八載改到哪裏 其實那些農地 即是污染了 幾十年都不能用 但是有個方法 就是用水監 是 那你那個工廠 就是用上八載 是的 你一定要想這些 這些是 我想在香港裏面 是值得去思考的 這些情況 不過之前有個香港的理財 就是藍兵風艇 因為它在工廠 是呀 其實這些是否可以 都是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又可以環保 又可以做到 是否有很多 就是這些放鬆一點點 因為經常是 因為有些很舊的條文 法復會又不得了 是否要談的 可能談到很興趣 有很多問題 這樣就花了一些時間 但是是否可以 就是民生上面 多一些這樣的討論 是否可以 就是反正幫助市民 因為他們每天吃過的菜 你問民主 他們都吃過的菜 是不是 就是是否可以種多一點 就是如果香港有些本地 我們都比較相信的 就是香港的一些有機農夫 或者這一生派那些 其實有讀過書 也都很可靠的 那是否可以給他們一些位置 然後我們可以吃多一點本地的蔬菜 不用整天的標準在那裡變 有空變 如果遲些未來 就是農地越來越差的時候 可能那個標準又改了 是的 真的有過 因為之前歐盟 他們都因為海草 即是昆布那些 他們是其實索很多格的 嗯 他們就被迫著要放寬 嗯 就是把那個標準 就走回他們的CV 是的 所以有時候 就是會迫著在現實上 第二頭的專頭快就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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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